芙蓉燕斗玉鲁甘中华小苦等六年后 终于获得教育部成单高达400万令吉的建校费用 星期四请来森美兰州务大臣拿督司理莫浩莫哈山 和原任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张胜文主持动图礼 玉鲁甘中华小创于1937年 后来因为马来西亚经济模式转变 导致学省人数从高峰期的160人直线下滑至今年的4人 玉鲁甘中华小早在2012年便获得发展商捐献5.1英亩土地做签校用途 不过却因为转名手续问题耽误了整整六年 一直到了去年问题解决后才获得教育部颁发100万令吉的首期拨款 得以启动新校舍建筑工程 扰扰多时的建校工程恰好在全国大选前夕迎刃而解 不免让外界猜测这都是政府选前派堂果 张胜文的回应是 这个如果大家翻查回记录 这个是根据整个进程的 并不是说今天要靠近大选才来做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选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解散 所有的规划都根据之前 这不是一两个礼拜才能够定下来的 好几个月前 甚至去年年底我们就开始做 而且要得到深州的export批准 那个premium降低 一步一步土地的规划批准 才今天的进程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大选的 那个时候 绝对不是 因为你问回我们深州的这个董联会 问回我们的乌鲁干中的董事部 这是根据我们原来的进程来到今天 如果今天还没有准备好可能也不能够动土 可能要大选过后 并不是为了这个而赶过来的 玉鲁干中华小新校舍共有两座 分别是四层楼和三层楼高 除了十二间做教学用途课室 还有图书馆 音乐室 体育室 电脑室 舞蹈室等 预计下个月正式动工 十四个月内竣工 2020年就能洗用 可容纳三百名学生 刨新闻 朱惠敏报道